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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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目绝对是中立 所以我们要做全面的探讨 大家记住我们的call in 专线了 call in 专线了 call in 专线是02 23572160 02 23572160 02 23572160 欢迎call in 专线来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马上开放call in 所以观众朋友们 我说你们如果是很好奇 你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现在要给你们介绍 给你们大家知道 我们来看这段青菜预告 好 马上开放call in 你想知道夺命的前仙为何要锁命吗 你想知道完前仙之后 几个女学生为何纷纷惊声尖叫吗 今天的星期天啪啪将开放call in 现场 让您说出轻生经历过的灵异故事 带大家进入前仙的灵异世界当中 您知道牵王魂是怎么一回事吗 牵出来的王魂又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 台湾竞相团这次带您一起去看看 南昆潭 挪诈行攻 有什么灵验的事迹 您想求取异性人吗 您想成为万人迷吗 锁定这一集《洋宅风水宝典》 让您在情场上事事如意 我们现在来欢迎今天的专家 谢盈锦老师 老师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许多人玩了这个前仙迪仙之后 不曉得是巧合呢 还是发生什么这个异状 甚至这个被锁命 真的吗 失去性命 甚至这个整个人这个恍惚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那么恐怖啊 谣言就开始产生了 有人就说 这一切都跟前仙脱离不了关系 或是把前仙请出来之后 没有没有好好的这个 俗话说得好嘛 请神容易送神来嘛 没有好好请他回去 发生事情了 那后来就没有回去就对了 马上请教老师是怎么回事 一般来说的话 然后我们讲这个前仙也好 跌仙也好 这些灵呢 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跟我们一般正常人一样 就是一般的正常死亡之后 那么所形成的灵 所以他基本上来说 是没有修成很高的灵 那么所以成形成了 我们现在在请的 所谓前仙跟跌仙 所以你对他不顺礼 特别去问一些挑衅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东西刺激到他 因此有时候就是说 因为你得罪他之后 好像你在晚了没有 亂问问题 对 然后他反过来 他可能就会来 就是来找你的妈 来给你拖命 对啊 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 大概这个 这样的道具 这样的承设是对的吗 那为什么他会动 因为基本上来说 灵它本身 因为没有肉体的关系 所以它是属于 纯粹用一种意志力 那么去移动它 所以基本上 它是利用它的意志力 它的能量 那么去推动你的这个钱币 所以它本身在移动的时候 它会根据你所问的问题 那么它去告诉你 它将来会发生答案 可是因为它前线 它本身 因为它不是 我这样 因为它不是很高的那灵 那所以它本身来说 修的那个层面也不同 所以你要问它就是说 过去的事情可能会很准 但是你要问它未来 那就短时间内的可以 太长时间的 它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正确的回复 三个人的能量 加上灵本身 它给你的一个能量 那么就比较容易有感应 所以它就会推动 它就会动 对 那通常一般我们都会很怀疑 就是说 我在玩 我就会觉得可能是你移动 你可能就会觉得是它 不过说到这边 最近刚好就真的有一部这个关于前线的电影上映 它当中的故事就是说有几个女学生 在玩前线之后引发了一连串的诡异事件 哦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它是怎么生前线 还生到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有一段青菜的美食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就知道 好 一起看看 蝶仙 前线 这一类的灵异游戏 最近又在校园中流行了起来 究竟这种借助于超自然力量来进行的游戏 有些什么样的禁忌与死亡咒语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关于前线或蝶仙的神秘故事 传说 玩了前线 蝶仙之后 若无法请前线归回本位的话 附在钱壁上的礼物便会破坏游戏者的生活 甚至会来锁命 究竟玩前线有什么禁忌呢 我们一同来看看 禁忌一 不可佩戴护身符 然后第二点就是等一下我们开始问的时候 有关于这个就是这个亡人 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叙事 这个部分希望大家尽量不要问 禁忌二 不可问其死亡原因 相信您对前线一定还有许多的疑问 在此 先请您准备好胆量 和我们一起进入前线的诡异世界中 小小的妈妈 她都先加油了 妈妈 老婆 老师啊 曾经说我们刚才看美食 大致那个情节我们是看欧 那个前线到底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前线来说 我们就是说一般人死亡之后 那个灵 他有时候他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是冤死的 他没有办法去投胎 因此成为游魂 那通常我们在请的话 通常以这个区域的游魂为主 那通常一般来说 因为自杀的话 如果自杀人 他们是不可以离开这里 必须要等他应受结束之后 才可以离开 所以如果在同一个地方 会发现在请的话 固定都是那些人出来 都比较容易 这些人都会出来就对了 对 不过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前线 可以说是又期待 又怕受伤害 甚至很多人自己本身玩过前线 甚至也听过别人玩前线 现在马上就接call in了 这个住在台北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陈小姐 你自己本身有玩过前线吗 有 有没有什么经验 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概在三年前吧 然后我考完大学 连考那个暑假 然后我跟我四个同学 就一起玩前线嘛 然后就一个礼拜六晚上 我们大家一起玩 然后刚开始 我们就问几个那种 很简单的问题 那他讲过去跟现在的问题 都讲得蛮准的 大概玩了一个多小时吧 有一个人就问 那个前线是几岁 然后他跟我们讲说 他十八岁 然后继续问 他是怎么死的 可是那个前线 就停在那边都不动 那我们就以为 他大概不想回答 就想问他别的问题好了 然后这时候 那个前线又动起来 就走到车祸 然后后来那前线 就完全不是我们控制 乱动乱动 我们要停都停不下来 那我们大家就很害怕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前臂就慢慢走 又走走走走 越来越慢 那我们想说大概 差不多 应该要结束了这样 就前臂就走到投胎 两个字上面 大家就觉得很纳闷 有人就建议说 赶快把他请回去 这样子 完完以后 我们就再讨论 是不是说完前线的时候 不要问他是怎么死的 反正就想说 他最后停在投胎上面 应该他要去投胎了 就没有事情 大家就想算了这样 就隔天啊 就是我问他怎么死的 那个同学 他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 不知道是怎么样 好像太阳太大还是怎么样 他的头啊 就撞到那个前面 载钢筋的货车 就死掉了 对 然后不知道是因为 玩前线就是 把他惹毛了 还是说 他把我们的同学 变成替身 然后去投胎 对啊 那也是可能啊 然后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其他三个人 也都不太顺利啊 我还生病 然后其他几个同学 也都不敢再玩这个了 这从此之后 就没再玩过了吗 没有不敢玩了 那请教老师 陈小姐他现在说这个情形 他也是我们 大家玩玩 他也没有说 不尊重他 那为什么 会发生这种事情 是不是问题问的不对 问他怎么死 是不应该问的 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说像同学 有在玩这个前线 就知道 这个前线最忌讳的 一个问题就是 你问他怎么死 一问到他这个 怎么死的时候 他会一直勾起以前的回忆 那因此 在不断地勾起以前的回忆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去 去就是去 基本上 因为他已经不能投胎了 那所以他就会来 找他的麻烦 那像刚刚那个 陈同学这个朋友啊 已经发生事情了嘛 对 那是不是就真的是 前线的替死鬼 不算 不算 因为他后面还有讲过 就是说 他刚刚后面有讲 就是说 他虽然说他已经死亡之后 对不对 但是后面 陆陆续续 他们几乎是 有的生病 有的就是 比较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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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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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够逢凶化己 就这个事情过了 也能够脾气太累 好不好 好 以后就不要再玩这个危险的东西了 好 谢谢 拜拜 再联络 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就是说 我们如果完全先不能随便问问题 对 因为这种问题的话 基本上他会一直回想 回想之后 今天虽然你请他回去 隔两天 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他每天都在 那他又会再回来 所以烟气还在就对了 对 他可能就会再回来找 好 待会我们再休息一下 这个继续开放我们的call in 02 23572160 继续开放我们的call in 现场喔 马上回来 您要注意喔 可是说 你如果是有关系 你完全先 有刚才那种灵业的经验 你都可以卡电了 给我们 我们的电池是 2357 2印6 所以我们要接另外一通call in 这个 从这个新竹打过来的 黄小姐 你好 黄小姐 喂 你好 黄小姐 你好 你好 你本身有玩过前线的经验吗 有 是在我国三的 要考高中的时候 我玩过 就是密集的玩了几次 有发生什么事吗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国三要考高中的时候 那同学大概会集中在一起 然后就是希望问出说 我们到底能够考到哪一所高中 这样子 那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问 然后我就在那边问说 我能够考到哪一所高中 结果他就跑到北英女去 那很好 你现在后来你念北英女吗 你在听我说玩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那次跑到北英女之后 我就很兴奋 然后就隔没多久的时候 我就再找我们同学再玩一次 结果还是一样跑到北英女 然后因为大概就是觉得 因为太高兴了 就会玩好几次你知道 就是想说测试到底 是不是每一次都一样答案 结果每一次都是一样 可是事后我没有考到北英女 我考到第四次院 那也不错啊 这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 没有我心中的疑问是说 是不是玩太多次就不准了 可是你每一次都是北英女啊 对 我只有我在纳闷 还是因为说我们 我第一个疑问是说 是不是玩太多次了啦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们玩的方法有问题 你会不会有去过台北医学院 北一女 没有 其实我是 我住在中部 你住中部啊 对 但是我是考北区的联考 对 然后之后是考到第四次院之后 我就没有去读了 就还是一样回到家乡再念这样 会不会意思是说 你去台北去参加联考的一个女人 北一女 还是问一下老师好了 为什么答案她是北一女 出来结果不是北一女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我们所谓的前线来说是 有时候会跟你开玩笑 那第二个的话 她灵本身修行没有那么高 要不然她就成为我们讲比较高的 神啊 对不对 那所以基本上 你要问她一些问题 可能在问过去或现在 会比较准确 那但是你问到未来的事情的话 她在短时间内 她可以告诉你比较正确的答案 但未来比较长时间的东西 都会不会吧 对 她有时候没办法 所以我们刚才听了很多观众朋友 都在康英国来跟我们说一些 他这样完全先的 一度就有一些灵魂的故事 不过我们的节目 也有拍一段真青菜 真临的真实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段比较 好 一起看看 那我数到三 我们就开始了 一 二 三 前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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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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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 动了 可以问问题了耶 我先问 我会不会考上大学呢 会 那我会不会和隔壁班的男生 谈恋爱呢 会 恋爱 听说前仙人自小一切事情 会 我想问 我会不会死 会 问所有的问题都说会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故意的 那 我问你啊 我什么时候会死 就 在 心 花 干嘛问这种问题啊 我看 有点怪怪的 我们还是不要玩了 赶快把前仙请回去嘛 前仙 前仙 请回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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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请不回去啊 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 你要怎么样才能请回去 妈 妈 妈 黑 蜠爱 蜶爱 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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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秦娥 這個看起來正經很恐怖 所以有時候有一點事情 真的不是說用科學的角度 就可以解釋 其實我們做的節目也是一樣 有時候會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過老師 像這個錢仙這樣的 藉助超自然的力量進行的遊戲 有沒有一些禁忌或是注意事項 據我知道好像有人說 這個錢仙玩過的這個錢幣 這個一定要買甜食吃掉 有此意說嗎 基本上來說 這個當然人對於這種錢幣 就是這種錢仙這種東西來說 有個畏懼的心理 總之就覺得說這種東西 我們已經引這個零進來之後 把它留在身邊 是一個比較不吉利的這種 有這種含義 所以通常他都會想說 趕快把它花掉 不要就是留在身邊 不過講到這邊 我們真的有個問題 這個才是想問的老師 如果我們真的請不回去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 馬上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除了蓋白布 晴天白日之外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我們會請周邊這些人 那麼把眼睛閉起來開始數 那麼我們一般就從13 13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數字 包括在國外都相同 那麼從13開始數回來 數到1 數完 對 然後眼睛閉起來開始數 13開始數數數回來 數到1的時候 我們再開始前進請回去 那這個時候前進就會回到本位 那今天謝謝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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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阿嬌要介紹 哪一間新鮮的廟呢 趕快準備好 整個袋袋一起進香 馬上來看看啦 我們現在又到台灣金銀團這個檔案了 我們就先歡迎我們的團主阿嬌儀 阿嬌儀 阿嬌儀好 阿嬌儀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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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麼客氣 阿嬌儀 今天我們阿嬌團長要帶我們去哪裡 我今天坐到真的生地蹭翁 是嗎 你怎麼這麼會跟他一樣看得很好 他都叫他穿念中 他沒氣勁 是 我相信阿嬌每次都很辛苦 在看山下 一世過去找這個比較好的廟 所以今天這個內容 我一定會很精采 我們就先來看這段影片 好 先看看 晚安 找不到…在哪裡… 找到很久了 找到這裡了 我們今天台灣金銀團開這個 車路都來跟我們南台灣 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就是在粉飲館四五香的 南昆大路車現況 這麼年長而已 裡面一定是一個非常厲害 沒錯 裡面的就是我們的三太祖 我們大家都知道 三太祖非常娃娃高怪 但是你們看看 在這裡偏偏安靜的地方 我們新奇的傳太祖 在這裡有什麼神奇的事蹟 我們趕緊對阿嬌娃 你來裡面看看 我們就知道 不要去路 走 聽到南昆大路車現況 我們就知道 裡面的就是 頂頂有名的三太祖 你路車 第一次看到宮主 林宋順先生 真正是讓大家嚇一跳 因為它看到實在是非常少年 接受這桌 今年已經有十三檔的時間了 問到那當時見宮的原因 林老師標示說 在民國七十人年的夏天 路車太祖 通常來降臨他的心胸 對那個時候 他就開始 小小救命了 外景小祖 來到南昆大路車 幸福的那一天 剛好是一個 農力的七月利益 剛好等到他們故鄉 一年一代的超度發揮 我們現在就倒地來去看看 整個感冒分的過程 現在在我身後阿民 我們的主持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要進行我們的感冒分 你看看 這神秘都是人 都準備要含著祖先 或是翁姓的這個 我相信現在大家的心情 一定都很期待很緊張 我也很期待很緊張 這是我第一次去參加 勘夢的這個發揮 到底是誰的叫 我們的主持第一名叫 我們注意看看 我也想想一下 好好看看 到底是什麼 今天七點 林老師開始進行英文醫生 在地上的家修 每一個人都待到期待的心情 在旁邊等待自己的親人 來到 緊張緊張的七夕七夕七夕 這個時候紅骨 剛才聊天你們兩個 才會變成白馬 這個時候阿嬌 剛才在發揮的時候 是不是會剛才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說過後 快回來我們的時間 放了一會兒 一會兒 兩會兒 一個時候 手臂還沒力氣 這是好嗎 好像沒力氣 好嗎 我們要緊張啦 我們要五四三 說到一米 我們現在稍微休息 一會兒 說過後 我們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親愛 親愛 我們剛才說過之前看到 阿嬌給我們介紹 那間是南昆大路車的形狀 那間是剛好那一天 剛好那間廟在開發揮 什麼叫做 牽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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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牽毛魂 牽毛魂 我如果是第一次去 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可以說那天去 我感覺非常的震撼 有 那什麼叫做 有但沒什麼怕到 比較像 什麼叫牽毛魂 就是說我們人翁生之後 就有一個這個 紅衣 一定知道 紅衣順位賣 就是說我講一句 旁邊有一個改歲 沒有人以前來說 我如果講一句 你就學一句說 紅衣順位賣 那就我們就一個紅衣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 這個西洋的靈媚 就這個靈媚來做一個媒介 讓那個西架 附身在你的身上 然後蓋我們的親郎 親郎講話 對 講話 對話這樣子 其實 有的人也這麼多人 都不知道蓋毛魂 但是現在看到我們的節目 他已經了解了 了解 我現在是要請問阿嬌 所以說要蓋毛魂的見證 要準備什麼東西 在那個中原 七月十五 農曆那天 你就要先跟他預約 要先說好 媽咪 我就今天要和你記憶 你可以今天 你半個時間出來跟我記憶 所以一定要先預約 不是說我要來去看就來去看 是喔 是喔 就是說在這個鬼的世界裡面 大家也很忙 你一定要先掛號 免得他們有時候 跑出去逛街啦 打麻將啦 對 瞧不到時間也就 這是真的耶 不過講到這邊我就覺得很好奇 這樣 那這個王魂出來啊 像我們拍電影都有出場序嘛 當然 王魂出來的這個先後秩序 是按照姓名筆劃呢 還是按照每一籌 還是按照身高 他們會有一個管理員 附身在那個老婆的心胸 一個女兒的管理員 他先起來說 說我今天就要來啊 你們是穿好準備好了嗎 他先起來打點一下 看你都穿好了 他就下去叫人了 所以說叫到什麼人都不一定 就是你有先掛號的 他就對那個先掛號裡面的人生 叫順序來就對了 對 沒叫順序 就你有掛號就生出來就對了 就像我們去看旁邊也是一樣 對 像我們去看旁邊也是一樣 不能穿班的啦 對… 我相信現在觀眾朋友 心情跟我們都很一樣 他也很期待說 要看竟來看說 到底什麼有很貪心 我們現在來看這堆青菜 很精彩喔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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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人的夢想 像個叫平葉 有了有在平葉嗎 來 店房間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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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位人 扶著林老師走出這段 準備讓門婚苦心 蓋家宿堆 來 來 來 媽媽 你來 阿姨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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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宿堆 阿姨 你去日本回來喔 是嗎 阿姨 是誰 小 coated 滿了 小孩 姊 小孩 一 阿姨 那 阿姨 小孩 我不管,我為了要走他一面,他幾年都不差我 我偷了問他,弄到要弄破,他都不差我 阿爸,我做不完的 時間短短了 你看我做,你自己去做才會開 你自己去找一塊錢,你看我做 我做想要跟他報仇 你如果我到底去跟他報仇 你怎麼做,你自己去找一塊錢 你為他付出很多錢,你看我怎麼做 阿姨,阿姨 阿姨,你如果可以去跟我報仇 兩封的眼睛 阿哥,我還要釣魚、魚骨 你給我報仇 兩封的眼睛,我還要金青的 我跟眼睛都看不見 阿姨,你怎麼做 阿姨,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你去我報仇 我就會效應 媽 我還不可以常常回來 這樣給你看看這圖 你要跟爸爸報仇 你會常常流眼睛 好嗎 好 你去我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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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你們去 你們去我 你們去我 這位以關本文 大好前提的警察 其實因為感情不順利 來選擇跳樓 結束自己的死命 看到家俗這麼誇心 所有我們四十歲的人 都覺得不開心 大概いて了五分鐘 林老師再度走到這裡 準備要 winning 第二月艘航空 你怎麼會��고 我頭髮ان 他頭髮要轉 你頭髮要轉 我們左邊二條 很小一點 我這個太快 很小了 不要這樣 要不要這樣 你真是我的愛 對 拜六公 沒什麼人 拜六公 你們要照顧我 你們沒有這條路 你們台灣人 你們台灣人 你們要照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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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嫁來台灣的大陸新娘 沒想到說 在回去探親的時候 因為車好來貴身 酥酥黏黏他的家秀 在經過他了 到底有什麼感覺 公公啊 要照顧我 剛才我有看你的 新娘 大陸新娘 他有出來 蓋在經面 你覺得有生 什麼做得生 全部 為什麼了 可是我們看到是一個男生 沒錯啊 可是 感冒的 就是行 真的 他抱你的那個感覺很像 對 那他 就是說他在世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動作 或哪一些會跟你們 特別你們自己的暱稱 他有沒有說呢 沒有 沒有 他特別就是比較喜歡漂亮而已 對 那我想請問你 你看到他那一剎 你會害怕嗎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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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像是見到他本人這樣 對啊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雖然 有很多人 懷疑看夢魂這項 人感風俗的真實性 要不然 我們今天看到家宿 這麼多堅定的模樣 我們只能說 這只好讓你自己 親身來試試看 你就會知道了 阿嬌啊 嗯 我覺得很奇怪耶 你到底是什麼 你看人在看夢魂 你有什麼感想 其實那天 是我第一次去看人看夢魂 然後因為是上吊自殺 但是他不能出來 因為這個上吊自殺 聽說他的瘦還在暗中 他在地藏王菩薩 有慈悲心把它解開了 他才能解開 他才能解開 然後你到現場看 你感到非常非常心疼 感動 但是這個是千萬魂簽成功的嘛 當然 我們就很好奇說 這個千萬魂的成功率 大概多高 那當天晚上來千萬魂的家屬 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很順利地看到 自己的親人 其實老師有講啦 就是說不一定啦 不是說你要去看 他才會讓你看 對啊 剛才阿嬌不是跟我們介紹家 說他的醫療啊 我老爸跟你說 我們要看他對方他 他不可以的時候 他也不敢出來跟你面了 是啊 老師說 就是像王生的 像冤魂 就是有什麼心願沒了就死去 還是那種夭折的 那種比較容易被我們看出來 就是有些心願未了 我們來幫他做一些好事 哪有說是功德圓滿的啊 或是已經去投胎轉世啊 八十已經改種了 那種就比較不容易了 那種就比較不容易看出來 對啊 所以說 譬如說我們家俗 也可以說透過看夢魂 來去看我們的沉浪 現在在暗戒的時候 他的生活到底結合是好的還是不好 或是他還有什麼心願 希望我們找外人來幫忙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看夢魂 來去看他探討看看 不然人家現在已經 倒胎轉世也不一定 對啊 對啊 所以有時候想不想說 人家要生活開的啦 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再見我們也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稍微休息一下 再繼續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是不是過了試婚年齡 卻還是找不到 生命中的另一半 您是不是老在納悶 自己長得帥 個性也隨和 怎麼就是得不到美人的青睞 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你成為萬人民 萬能的天神 請賜我神奇的力量 神奇的力量 關於這件事不用請萬能的天神 其實我們節目就有一個天神 對啊 也是大家心目中的 每一集都有 大家心目中的神 陳冠宇陳老師你好 台語好 親愛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陳老師啊 現在有一件事很重要很重要 要來請教你 像現在上班族 都會有那三十幾個 都這樣 其實心肝有想要娶 也有想要娶 就是比較新 就是去找那個 找不到一個魚 比較尷尬的 這不是說 我們有的一種的講法就是 這個人可能比較沒大寶園 這個人可能比較沒大寶園 是不是一種的講法 我應該跟我們人生裡面的名文 一種就是它本身的名的關係 一種就是我們的房子可以幫助我們 由我們房子的方向 每一個方向當中去找 這個房子的桃花位在哪裡 你從那個桃花位去找這個桃花 找異性眼 馬上我們這邊準備好了這個 座南朝北跟座北朝南 挑兩個這個座向的房子 請老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桃花位在哪裡 那時候如何改善異性眼園 像這樣我們來從這個是 座南朝北的方向 這是座南朝北 座南朝北的時候 它最好的一個桃花位的時候 它就是在於整個西蘭位置 所以你整個這樣過來的時候 西蘭位置 這是座南 這才外面 這才外面為主 這才外面為主 求異性眼園方位裡面 就是說在這個方位 所以你說 你房子是座南朝北的 假設你想求一個異性眼園 求外圓比較好的時候 就求貴人 求異性眼園好一點 就以這個房間來當你的臥室 相信在這個睡的 在這個房間裡面 它本身的外圓自然就會開 所以異性眼園就會特別的好 那你一個忌諱的一個方位 每個房子有一個好的 一個壞的 一個亮的面 一個暗的面 所以說它不好的面的時候 是一個在整體上 它會在西邊 它會等於說 在整個整體上來講 它就有它的缺點 所以在西邊 是它的聚會的位置 那座北朝南呢 那我們看看 座北朝南 以這個圖來看的時候 座北朝南是這樣子 整個從這一邊向過來的時候 它最好的一個方位裡面 如果想求桃花 求異性眼園 最好就是睡在這一個 西北角的位置 所以睡在西北角 是最能夠照個人在外的 異性眼園 外圓會比較好 或者有時候 比如說照三十幾歲 還沒有一個很好 交不到一個好的男朋友的話 我們倒建議說 如果你可以在這個家裡 自己家是剛好座北朝南呢 在西北角這一邊的房間來睡的話 可能會對你的異性眼園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它比較差的位置呢 是在東北方位 所以說座北朝南 在東北的 等於在左後這邊的角 最不理想的一個異性眼光位 如果你是睡在這邊的 就異性眼園會交得比較差 不過呢 因為整個房子 每個方位都有它的習性 能夠求到好的異性眼園 就是說 你如果睡在這個座北朝南 睡在西北角 西北角本來不應該一個少女來住 如果是這個西北角 如果是一個男孩子來住這邊的話 想想它就很快求到了 但是這種情形就是說 會代表個性也會比較剛的一點 比較急 我們這裡剛好有一封啊 這個來信 它就是提到這個房子的這個方位 因為它這個正好要結婚 馬上就有這個大喜 是一位胡先生 胡先生 你好 你好 你說你這個年底就要結婚了對不對 是 恭喜你啊 謝謝 謝謝 可是一件事情不太恭喜啊 為什麼 所以你現在學生 多次與女友鬧得又要分手 所以家裡最好也會相加 為了家裡要分手嗎 對 你不知道 這是為什麼原因呢 你們大概是為什麼原因吵架 這個小事情 因為他比較喜歡看 就是找人來看 看方位這些東西嘛 那他看的跟我的意見又不太好 我比較喜歡現代的方式 那我的裝潢方式 跟他想要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寫信來我們節目呢 因為你們公信力強嘛 謝謝 這樣子隨便你問幾個問題都可以 好不好 第一個問題是跟大門有關係對不對 是 什麼問題 師傑老師 您現在看到我那個畫的圖就是 大門跟這個廁所門 他斜對角的這個廁所門會碰到 會一進門就看到廁所門 就是想請老師幫我看看 是怎麼樣的方式可以避掉這一個 像這個房子事實上 你說你像他從一個他說 坐進了大門可以看到廁所門 事實上那根本沒有關係 以這個圖來分析絕對沒有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怕的廁所門是對到 正對著大門這個點 假使他進了這個門馬上的 就建了一個廁所 廁所位置於大門口 這種情形馬上建 那就不好 他是斜對角 斜對角他已經離得很遠 他已經經過了一個房間 一個大客廳 那個房間裡面的廁所門 所以我倒覺得說你這一點不要去care他 不要特別去掛的啦 這絕對沒有問題 對 胡先生在說你的這個廁所 和烏加速爐 和這個水 冰箱 這樣到底是要放在哪裡比較好 所以他這個廁所 他這個廁所真的這個圖面來看 本來你的廁所裡面 你所有設計是要擺車角 是不是 胡先生是不是這樣 我沒聽清楚 你是不是要想要擺斜角是吧 原來設計 對 所以像這個斜角的時候 像你的房子並不是很大的房間 這個廚房不是很大 所以我倒不建議你就是要擺一個斜角的方位 所以我倒建議說你將你這個圖示 將爐罩擺正的 向著整個向著東南方 因為這個爐罩要合到你太太的命掛 因為太太每天基本上在家裡面煮飯啊 吃了這機會會比先生還多 所以我們說一般我們的擺設的話 以爐罩和太太的方位會比較理想 但是要注意的 因為房子不是很大 你那個設計呢 裡面原來水跟你的瓦斯爐剛好靠近 那這種不行 瓦斯爐跟水靠近的時候 這種狀況的時候會導致你 容易家裡面常常會有結石現象 結石 所以有這種情形呢 我們建議說你的瓦斯爐跟你的流理台呢 中間要切一個切曬板的空間 不要直接靠近在一起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以前這個房子進門的時候呢 它直接可以看到廚房的大門 這廚房的門 可以到大門進來看廚房的門 這種狀況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在大門進來的地方做一個屏風 做一個玄關 讓這個房子的氣呢 不要直接對著廚房 還不會讓自己的夫妻 這對夫妻常常有吵架的現象 它這是客廳的沙發電視怎麼擺 那所以從屏風進來之後呢 整個沙發的擺設 所以我們這種土 這是我整個要怎麼擺 就是整個大的沙發 擺在靠主臥室這個牆 剛好主沙發看過去可以看到門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剛好整個監視線都產生了 所以動線進了這個房子 自然而然就會感覺很舒服 會很寬敞 那你還有提到好像主線的位置 也有問題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主線位置放哪裡 我是希望是不是可以在飯廳這邊 飯廳 飯廳這邊 可以嗎 所以像這個房子 你本身這種房子的話 做東北朝西 所以你原來要設計在沙發這個地方 我現在給你擺沙發這個空間 本來你想做毛玻璃 我倒建議你不要再去做一個毛玻璃 為什麼呢 你做一個毛玻璃 反而讓你這個空間沒有一個舒服感 會比較必散 所以這個毛玻璃 你主要是為了要擋掉大門進來 看到廁所的門 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不要去做了 做了以後可能空間很狹窄不好 那我倒建議說 你要安神位安祖先 你這個神位祖先 就安在你整個廚房旁邊 這個臥室這個牆面 或這個牆面往外向 直接向在外面大門這一邊過來 那你神位安進來之後 安在這個空間之後 你在旁邊 看是要在廚房這一邊 或是在要進你的臥室這個門這一邊 弄一個屏風 擋掉 讓你的神位坐進去之後 有一個靠 等於說兩邊至少有一個扶手 讓這個氣從大門進來之後 有碰到一個腳 它會迂迴在這個空間 這種情形 就代表氣能夠凌聚 也代表柴氣能凌聚 如果只安了這個客廳 向著外面的時候 兩邊 左邊是一個門 右邊也是到餐廳廚房 這種情形的話 代表柴的流失 所以我會建議說 做一個屏風擋掉 那如果安在這個餐廳這一邊 我倒覺得不理想 因為餐廳這一邊的時候 坐在你的整個房子當中 它並不是一個柴位 不是一個望位 對你的柴沒有幫助 所以我建議就是說 安在客廳裡面向外 但做一個屏風擋掉就可以 擋在側邊 好 那現在就已經溫暖了嘛 這樣會當你滿意嗎 是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現在陳老師這樣給你建議 我們就要給他 這樣稍微看嘛 現在沒什麼大塊塊 對 稍微給他解一下 待這裡祝福你們兩個 好嗎 分年快樂 美鳳 謝謝 不過講到這邊 其實十年修得通傳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既然有這個姻緣機會 會結婚 對 都不要 隨隨便便就放棄 這吵架真是不好對不對 對啊 不過今天談到異性緣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反映說 怎麼只有坐北朝南 坐南朝北 我們還有其他座項 以後還有後續的報導